没想到猪肉和大虾还能这样做 外皮焦香酥脆 内馅鲜嫩多汁 一口一个太过瘾了 15两斤的大虾处理好后加盐 胡椒粉 葱姜水 抓拌均匀腌制15分钟 剁好的肉末中加盐 鸡精 五香粉 生抽 蚝油 搅拌均匀 少量多次的加葱姜水 最后再加一个刚下的鸡蛋搅拌均匀 饺子皮加肉馅 大虾 先捏尾部向下压 再左右捏 重复这个动作到尾部 一个漂亮的凤尾虾饺就完成了 油热下入虾饺 小火慢煎 煎至底部金黄 加一勺点粉水 后盖焖煮6分钟 撒上白白的黑芝麻和小葱花 好看又好吃的凤尾虾饺就完成了 学会了你也收藏做起来吧